废柴大叔讲故事 第二百二十九集 走出火车站 诸葛的小弟们看了林凡一眼 也把目光望向了诸葛 悄声地说道 诸葛 你问问老大 咱们现在去哪儿 诸葛恩了一声 刚将头转向林凡 便听到林凡说道 你们先休息吧 明天再去打听一下 盈盈的家在哪里 盈盈只有一个地址 一切等明天再说 诸葛这些人里 一个个都顶着黑眼圈呢 一夜未眠的他们 就连走路都脚步虚浮 随时都有栽倒在地的可能 诸葛听到林凡的话 猛然一惊 刚才的声音那么小 林凡竟然听到了 随后便又释然了 不能用普通人的眼光 来看待林凡呢 王珊珊伸出手 看着林凡说 这一路可真是多谢你了啊 她说话的时候 又看了一眼刘灿 刘灿的脸上也带着笑容 不过笑容却有一丝勉强 王珊珊知道 她这是真的对林凡 动心了 两人是好的闺蜜 这个时候她也不好调侃呢 林凡也与王珊珊握了握手 你们两个都是好女孩 祝你们好运 与王珊珊握手之后 林凡再次伸出手 看着刘灿 希望你也能一直好运 刘灿将小手搭在林凡的手上 王珊珊将头转过去 不忍心看着这一幕 这一别之后 一辈子可能都不会再有交集了 刘灿看着林凡 你 你真的不需要我借你点钱吗 林凡一愣 接着便笑了 真的不用 对了 我差点忘了 在火车上 吃饭都是花的你的钱 我现在就去找一家银行 取点钱出来 刘灿见到林凡误会 顿时有些急了 不 我不是这个意思 那个 我和珊珊就先走了 王珊珊说 帅哥 几十块钱而已嘛 不用计较 那我和灿灿就先走了 我们得去学校了 两个女孩拎着行李 消失在林凡的视线之内 几个人没走多远 便看到一家酒店 林凡领着江玉莹 朝着酒店走过去 他见诸葡等人 都没有跟过来 全都站在那 顿时微微一愣 走啊 给你们找个地方休息 你们不想睡一觉啊 眼前的酒店 可并不是什么快捷酒店 从外面看 颇为的气派 最起码也是三星级酒店 诸葡看着眼前的酒店 再看了看林凡 老大 这火车站的附近 有很多小旅馆 咱们随便住一下就行了 不用这么破费吧 诸葡知道林凡的本事大 不过 在火车上就已经暴露出来 林凡他没有钱呢 拿出了一张黑色的卡片 就说刷卡 诸葡也不是傻子 恐怕一会儿要他们付钱 可他们也没有钱付啊 啊 这个没多少钱吧 嗯 懒得走了 就这吧 林凡说着话 也没有再理会诸葡等人 直接进了酒店的门 诸葡他们几个人 都傻了眼呢 一个个面面相去 诸葡 这怎么办呢 这酒店可不便宜啊 咱们哪有钱呢 老大他虽然本事大 不过我看他 也不像是有钱人的样子 毕竟那几十块钱的饭钱他都 这个小弟并没有将话说完 不过意思大家都懂啊 诸葡透过玻璃 见到林凡已经去了前台 只好一咬牙 走吧 也没有办法了 大不了咱们一起丢人 再出来 诸葡都发话了 小弟们自然也得跟上 先生 您是要住宿吗 前台的脸上带着浅笑 林凡点了点头 见诸葡等人过来 看着人头数了一下 两人一间 他们需要三间 那么便最少需要四间房了 一间价格是多少 林凡伸手去掏他兜里的黑卡 随口问了一句 普通标间六百八一件 豪华间八百八 前台的脸上依然带着习惯性的笑容 不过 见到林凡身后的那些穿着破烂的人 眼神之中也带着一丝差异 诸葡等人的衣服 昨天晚上已经被林凡蹂躏得不成样子 能遮住身体已经很不错了 普通的吧 豪华的也没什么用 虽然只是高二百块钱 也不算太多 不过也没必要浪费啊 诸葡一听到这个价格顿时吓了一跳 就连说话都结巴起来 他最多不过就是住一百块左右的房间 那还是有钱的时候呢 现在呢 忽然听到将近七百块钱的房间 怎么能够不吃惊啊 四间房 那可是将近三千块钱呢 这三千块钱他们去哪儿弄啊 可是 就在诸葡愁眉苦脸的时候 他看到林凡将那黑色的卡片 送到了前台的手中 他顿时连呼吸都屏住了 先生 您是要刷卡 前台看着林凡手中的黑色卡片说道 诸葡现在都想找个地缝钻进去 诸葡的小弟 也一个个觉得脸色发烫 这简直是太丢人了呀 不过 就在下一秒钟的时候 他们看到前台真的拿了那张卡 刷了一下 前台刷卡的时候 无意之中看到了卡上的余额 顿时惊讶地张大了嘴 这张卡他可是从来没有见过呀 本来就持着怀疑的态度 结果不仅能刷了 卡上那一排的数字 更是让他惊讶地差点没有咬到舌头 刷好了吗 前台听到林凡的话 这才从震惊之中醒悟过来 就连说话都无比热情了 啊 已经刷完了 我这就带您去房间 哎呀 这是您的女儿吧 真可爱呀 诸葛也瞪大了眼睛 这真的是银行卡 老大在火车上说的是真的 诸葛向前走了一步 刚好看到卡上面显示的余额 脸上立即就露出来 和前台一样震惊的神色 好半天才吐出一句话来 哎呀 老大可真有钱哪 什么有钱 诸葛 你看到啥了 诸葛见小弟们一个个问话 瞪了一眼 我该问的别问 就当不知道 江玉莹鼓着小嘴巴 他才不是我爸爸呢 他是我叔叔 前台听到江玉莹的话 丝毫也没有生气 更加客气地说 啊 原来是叔叔啊 小妹妹 你叔叔真帅 江玉莹听到有人在夸林凡 脸上带着嬉笑 哼 那是当然 好多人都想要嫁给叔叔呢 年少多金 自然有无数人想要嫁了 前台现在都想要倒贴 就怕人家看不上 他对着林凡做了一个请的手势 先生 我现在就带您上楼 林凡点了点头 跟在了前台的后面 诸葛等人也从震惊之中醒悟过来 也跟着走了上去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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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来